该死的顾锡城 竟然让我当清洁工 新来的是吧 对 今天第一天上班 看这样 也不像是干清洁的呀 算了 谁让你有门路呢 不过既然来了 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们清洁部 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 它可是整个公司的后盾哪 因为有了我们 其他人才能在舒适的环境里工作 那工作效率才能大大地提高 是吧 所以啊 我们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我们清洁部一共是十八个人 一人负责一层楼 我加上你十九个 对了 你叫 您管我叫小夕就行 小夕是吧 那你就去负责一下大厅 大厅和周围的卫生 都归你管 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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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的工作量算最小的了 快去干活吧 好 信来的 用手拖地呀 拖把合掃把 后边 不好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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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事情 毛里毛躁的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顾总 来公司这么久 真的特别感谢你 好好我知道 你吗 那不是霍锦西吗 他怎么成了清洁工 他和顾西成之间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呦 这不是霍锦西吗 梦着好好的 上暖阳日子不过 怎么来这儿 当清洁工了 当清洁工是我的事 我高兴 还别说 就这身衣服 还真挺适合你的 哎 你说 如果顾西成梅虾 就你这样子 他肯定下不去嘴的 我不会让你接近西场的 看他让你当个清洁工 说明他也没有把你看得太重 赫锦西 你说这次 咱们俩谁会赢啊 不管顾西成让我干什么 这都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我愿意就行 跟你没关系 再说了 就凭我是他合法妻子这一点上 我永远都比你强 慢慢让一下 该死的赫锦西 怎么变得这么雅间嘴里了 这个贺锦西 她怎么会在公司啊 难道 是怕别人坚信顾西成 所以特地来看着她 这个女人 真是隐魂不散 太讨厌了 对 幹啥呢你 都有意见 鹿姐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不是故意的 你别误会 你是我们顾总特招上来的人 我哪敢误会你呀 还有 我也没比你大几岁 你可千万别着急 以后啊 叫我陆助理就行了 一个小小的助理就敢给我脸色看 等以后我成了总裁夫人 一定让你走人 贺锦西来公司上班 顾西成应该是知道的呀 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 喂 贺锦西 我看他胆固溜离了 你放心吧 我会尽量看好顾西成吧 我知道了 新来的 优头佬呢 没有啊 你说你第一天上班就这么不用心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没有 我跟你说啊 别以为你有门路 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活干完了吗 我 这这 这是什么呀 我刚擦完的 擦完的就这样啊 重新做 这周围 这都归你管 活干完了吗 用点心 哦 在家里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没事吧 南宫流离 你干什么呀 我 我怎么了 我看你不小心跌倒 好心问你一下 明明就是你把我绊倒的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大家都看见了 明明是你自己 不小心跌倒的 是不是 是啊 对啊 南宫助理那么好人 怎么会把你绊倒 就是啊 你自己跌倒 还要赖人家南宫助理 南宫算了吧 算了吧 我们去吃饭吧 对啊 对啊 跟你走吧 走吧 你干什么冤枉我 我 谁冤枉你了 那你先去吧 去吧 我去吧 那你怎么回事 这听怎么回事 你撿得了 我去吧 我去吧 那你等你 去吧 你aphra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对 对不起 感谢观看 老夫人 你喝茶 你要累了就回屋里歇着吧 景夕啊 今天第一天上班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凭邵夫人的学识 能力 这个一般的工作应该没问题 您放心 就怕她不适应 那不还有少爷吗 是啊 他们俩现在啊 敢听这么稳定 我也就放心了 一会儿 你让露露做两样景夕爱吃的菜 她今天第一天上班肯定很累 是 那您进屋歇着 好 歇会儿 陈主管 男朋友这里啊 您大驾公里有什么事吗 我这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 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 看你们15楼的卫生间 打扫得不干净 副总挺生气的 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 如果再不干净的话 那可能就要靠你们清洁部的奖金了 我这些事录 过来提醒你一下 男公助理 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啊 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 他们就是不听 男公助理你放心啊 我这就派人去打扫 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啊 是是是 我们一人负责一层楼 功能量可大了呢 那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 那你让他去打扫啊 新来了 我让他打扫大厅了 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 行 那我呀 这就让他去打扫去 你看 我这特意来告诉你 如果顾总知道 那肯定不高兴 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 男公助理 你放一百个醒 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 我领你的人情 我肯定不会收手去的 你放心啊 那我先去忙了 你也继续 你继续忙 男公助理 你慢走啊 新来的啊 又在偷懒呢 那个去把十五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 主管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 怎么 那 推三祖四啊 不是 身为神鹿集团的一名员工 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啊 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 就办不到了 我不是这个 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 再说了 小夕啊 我呀 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 也比别人呢升职得快 是吧 那个主管 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 就应该是主管了吧 您的意思是说准备培养我先 小夕 你工作第一天 野性可不小啊 不是您刚才说什么 升职空间大什么的 升到主管 你做梦去吧 本主管的实力 那是你能比的吗 工作去吧 步伐带快 利索点 干谁呢 小夕 饭盒 吃得比我还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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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比我还好吗 不是 我骗了吗 我骗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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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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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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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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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只要 最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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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